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郁文厨房 我是孙玉文 过生日大家经常吃蛋糕 今天我来教大家做一个又新鲜又好吃的手工蛋糕 我们一起来做做看吧 材料普通面粉 鸡蛋 橄榄油 牛奶 鲜奶油 糖 蜂蜜 白醋 盐和芒果 把所有要用到的材料和器具都准备好 放在一旁备用 我使用的是传统的烫面做法 将150克的橄榄油加热到80度 如果使用微波炉需要加热一分半钟 预热烤箱350度 将热油倒进干净的盆里 将180克的面粉过筛加入 这次没有使用低筋面粉 所以海绵蛋糕会比较结实 适合做蛋糕 但如果喜欢更松软一点的蛋糕呢 还是使用低筋面粉 将油和面粉混合均匀 将12克鸡蛋的蛋黄和蛋清分开 将蛋黄倒入面粉中 加入20克的蜂蜜 和120克的牛奶 搅拌均匀备用 现在开始打发蛋白 加入15克的醋和少许的盐 以帮助打发和固定 将100克的糖分三次加入 打发到出现大泡沫时 就可以加入第一次糖 继续打发到出现更多的白色发泡时 加入第二次糖 再继续打发 在湿性发泡前加入最后一次糖 继续打发直到中性发泡 也就是拉起来的时候有一个小弯钩 如果打到干性发泡就过头了 烤好的蛋糕就会变塌 将打发好的蛋白分三次 加进面糊里 翻搅的时候要记得往上翻 不要往下压 直到将面糊和蛋白充分搅拌均匀 最好在一分钟内完成翻搅的动作 避免消泡 将面糊倒入圆形的烤锯中 摔5到6次将里面的大气泡震出来 用铝箔纸做一个大圆帽盖在烤锯上 放入预热350度的烤箱中 下面放入沉水的盘子 以增加蛋糕的湿润度 烤30分钟 时间到了之后用长竹签 试试看有没有熟 如果竹签沾面糊了 就代表需要更多的时间 如果竹签非常的干净 那么取掉锡箔纸 再烤5到10分钟就可以取出了 摔两下震出热气 倒扣放凉 现在来做奶油 将600克的鲜奶油加入搅拌机中打发 使用最高速打30秒后加入糖50克 可以依照自己喜欢的甜度加减糖的用量 继续打发成棉絮状 如果不马上使用 可将奶油放进冰箱里备用 取一颗熟的芒果 一部分切丁 一部分切片 现在开始切蛋糕 把蛋糕放在转盘上 一边转一边切蛋糕 分成三层 将转盘最下方涂一层刚刚做好的奶油 可以帮助固定蛋糕 将第一片蛋糕放上去 涂一层奶油 然后放上芒果丁 再铺一层奶油覆盖 放上第二层蛋糕 重复刚才的动作 再盖上最顶层 漂亮的部分要在上面 最后将剩余的奶油 均匀地涂满整个蛋糕 可以按照个人喜好 用水果或饼干 把蛋糕装饰一下就完成了 今天我还是使用芒果来做装饰 做好了 蛋糕好新鲜又软又香 鲜奶油浓郁的奶香 也正好是我最喜欢的甜度 酸酸的芒果搭配其中 简直太绝妙了 自己在家做蛋糕 诚意大爱心足 只要把握好材料的用量 并多多练习 您也可以做出 美味可口的蛋糕哦